欢迎回来 机测考试才刚结束 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了一场单车成年礼活动 2000个学生挑战18公里的上坡路 学生们欣赏沿途的风光之外 还考验他们在艳阳下的体力与耐力 一大早彰化开合国小前 聚集了11所国高中将近2000位学生 要挑战全程18多公里的单车洗礼 曲折起伏的路程 尤其几乎都是上坡路段 考验学生冲破难关的斗志 像这一次的行程里面有上坡 就好像我们人生遇到了一些起起伏伏 认真就可以通过这次的困难 爬坡可以让我们体验到 人生路上的一种困难 我们要把它突破下去 路北高中 跳跳跳 希望透过他这样子一个单车洗礼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更于挑战自我 这个爬坡是路程中最陡的路段 虽然汗流浃背 学生们还是坚持到底 非常的累 还有呢 毕竟要很有耐心把它完成 在灰汗踩踏间 尽管有15个学生陆续中暑送医治疗 不过仍有同学努力冲破难关 其向终点 完成这场难得的单车成年礼 新唐尔泰电视叶锡红台湾彰化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